接下来我还要再教你们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通常主管假设他今天被议员咨询 他可能要先做好简报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给你Word文件 然后他说请你快做 帮我把这个Word文件整理变成简报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 例如说这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我要做一份简报 所以我就先把它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到Word的这边 我就把标题2 这个如何快速拟好简报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简报这边 你记不记得我刚刚开始跟你们讲 只要做三遍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事情就不要再做了 知道吗 这时候要做什么事 写信找老师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又不是你又不是Word的专家 你也不是应用高手 可是当你今天你不想要重复在一座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这时候你只要写一封信 你看多好 然后因为我会这样认为 我会这样认为 把你们也训练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你也会这样子使用 我们到时候后面会很好沟通 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 我觉得数据分析 那个要达到分析前面有好多好多的路要走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一起成长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有没有更快速更简单做法呢 有 我现在教你 点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只要点一下它 然后等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等到大概七秒钟 大概它就做完了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看老师那平常是放在哪里 等一下 我要等它整个跑出来 你看在这边 它已经做完了 这个档我先关掉了 在这里 有看到吗 成功简报关键篇 刚刚这边是不是 十个标题二 这个工作管理效率篇 两个标题二 有印象 它是不是都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那你可能会问说 老师那握的那个图片 我想要直接放过来 那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图片 设成标题几 内文字不传 内文字它不传过来 可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好 还有 如果你今天是用比较旧的 比较低阶的版本 它也没有这项功能 所谓没有这项功能 就是说图片可能就传不过来 你就只好复制贴上 好 所以 记住 这也是因为我们做好标题 那我想你现在一定很想要知道 这个功能到底在哪里 就是你的左上角根本就没有这个 什么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功能在哪里 它以前2007版 以前 Word2007版以前 它放在插入 插入 编辑底下 还是插入底下 我也忘记 拜托 十年前的事你还记得吗 请问你 上个礼拜的星期二 早餐你吃什么 何必记这种事 好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要知道 这个功能在哪里 它放在档案 Word底下的档案 因为我是Word传送到PowerPoint的 所以Word档案底下有一个选项 选项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 这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快速存取工具列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然后呢 请你找 请你把这边命令切换到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本来它在功能区哦 然后现在把它变成隐藏版功能了 什么叫隐藏版 就是本来真的有 本来真的在插入 还是在编辑底下 有一个叫传送到PowerPoint 结果现在它把它不列在基本功能标签里 所以它就叫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然后你看这边有一堆哦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 你把这功能 这个卷轴拉到这个地方 拉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对对就这一个 可以大概知道吗 然后把它插入新增进去 我这边已经新增好了啦 我已经新增好了 就这个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只有Word有这个功能哦 Word可以把标题文字快速传到PowerPoint的 PowerPoint的里面放的文字都是标题文字 没错吧 好 这是正常的正确的使用 好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新增进去 像我这边我已经新增好了 直接点一下确定 OK 然后请你 如果有兴趣的话 如何快速 10秒钟快速把这个变成 例如说很漂亮很专业的简报 那是我另外一个课程了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现在做简报都有非常快速简单 然后假设你不是父亲美工毕业 或师大美术系毕业 你照样有可能有机会快速去产生好的简报 这边我就关掉了 因为那不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你记住一件事 复制贴上做很多次 记得一定要开始 一定要勇于 勇于做一件事就开始询问 反正问人 了不起老师不回信给你而已 继续复理 到天亮 可是你可以打电话问我 或者是LINE 对 我是说真的 因为我的信也许会很多 真的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你要记得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比较重要 我理论上不会不管你们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 我是说真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觉得他在这里面 制作目录 然后还有样式的快速修改 还有快速可以将这些标题传送 我觉得我先把这个档案 我先存档起来 先存档起来 你们一定要学会这一招 我先把这个档案储存 我就关掉了